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走出文革系列节目 5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 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根脉被斩蛋 人意被仇恨取代 善良被邪恶取代 理性被疯狂取代 中华民族遭受了千年未遇的大劫难大毁灭 毛泽东死后十年文革寿终正寝 但中共当局不敢也不愿深刻反思文革 文革像一个邪恶的幽灵在中国游荡 今天我们反思文革 不仅是要重新走路文革的腥风邪雨 更是要走出文革 走进现代文明社会 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 我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主讲人文革专家 纽约新学院课作教授徐有瑜先生 下面有请徐教授 徐教授好 张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徐教授 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文革发动的时候您还是一个高中生 您是怎样卷入这场政治浪潮中的 其实我跟千百万其他中学生一样 这种卷入是不由自主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 是一个不用分手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要积极的投入跟参加 中国政治运动是这样的 政治运动不止这一次 历来的政治运动是开始有一个强烈的动员 平常就要考虑我们 你平常说了那么多好的东西 愿意革命的东西 还说了很多表示要积极革命的表了很多决心 那运动来了上面的人就要问你 那你现在就是看你真心表现的时候 看你平常说的话是不是真心话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 这不是有一个运动让你选择 你愿意参加还是不参加的问题 这种卷入是一个不由自主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自己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因为平常因为家里的背景不是红色家庭出身 想革命想表现自己的革命性 但是也没有办法表现 因为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文化革命好像给了你一次 全所未有的这种机会 你如果能够表现自己的话 有机会尽情地表现 所以就表现出那种非常非常狂热 甚至疯狂的狂热的情绪来参加革命 我觉得像我这种情况的人是不在少数 徐教授 在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 您是否参加过串联 是否参加过毛泽东 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您是否有这个记忆 有这个经历 我觉得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然这情况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刚开始串联的时候是根据家庭出生 根据你的家庭是不是出生于革命家庭这种背景 开始是我们这些是没有资格的 也没有这种机会 学校大量的人都走了 他们在北京把电报回来 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天安门广场怎么样怎么样 说的这些热血沸腾 但是我们是这种二等公民是没有机会的 后来毛主席的革命路向就允许 所有人都到北京去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串联 所以就我也最后自己争取到这种机会去了 我记得我是去的时候就很晚了 那是毛泽东主席当初结见所谓的 红卫兵跟革命师生一共进行了八次 我几乎是最后我是第七次了 大概是1966年11月份 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 他第一次是8月18号 已经是相当靠后面了 那次在天安门广场也见到了伟大的红色的实力 毛主席的检阅 但是说起来是很挖苦人的 因为当初检阅的东西 跟我们在纪录片事后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面看东西那是光样无比的 那美论美幻好的不得了 实际上场面是很乱的 相当之混乱 而且美国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为人那汹涌 搞不好就被踩塌 甚至每一次这种致死的情况都是很厉害的 当初是很乱 当初领导我们的解放军就告诉我们说 你看毛主席队伍一下就过去了 有大量的人都是根本看不见 一走就过去了完全是后悔莫及的 所以你要老远很早就要看 看见一个最高的人就是毛主席 然后你走到天安门的最近的地方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 这一辈子的幸福的时刻就在那里 所以我就老远就看到一个人 结果这个人事后证明他不是毛主席 到底自己看到的是谁 我猜想是一个摄影记者 因为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跑来跑去的 应该不是毛主席 但是他是最高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种场面 跟电影上演的是不一样的 那是一个很乱红红的场面 而且大量的人的身上穿的鞋子也给踩掉了 那很难理解的是 大家都把鞋子捡起来往天上 天上就像黑黑黑成一片 就像在下雨 像是乌鸦在天上肥 我觉得那个场面 跟事后人们在电影 纪录片电影上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接受了伟大的红司令 毛主席的检阅 自认为自己是接受了 总司令亲自检阅的红卫兵 那就是这一辈子就要下定决心 要跟着他干革命了 所以整个对文化革命的投入 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薛教授 我们曾经也听过很多故事 就说参加毛主席检阅 跟毛主席握过手 那么几个月都不洗手 有的还把那个秀章 毛主席相章憋在肉里面 您当时见到过这种情景没有 我听说过 我相信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 因为一般人的做法是 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在天安门接受检阅以后 马上就要到西单电报大楼去罚电报 罚到自己的学校 就要报告大家一个特大许性 某年某月某日 我受到毛主席伟大领袖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然后从此一辈子就要干革命 都要罚一通这种东西 当我还没有资格参加串联 在学校待着的时候 学校有资格去接受毛主席检阅 都做了这些 但是当初我们因为到了后面 大家做到后面 好像也没有什么新权的劲了 而且罚电报的人也太多了 所以我自己没做这种事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都这么做的 徐教授 我们再谈一个历史事件 因为在文革中发生过武斗 比如造反派 保皇派 还有学生之间 用武力进行相互对抗 相互杀害 我想问一下您是否经历过武斗 那我是经历了武斗 而且经历了很多场武斗 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残忍的 现在想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当初就是 当初认为是正常的 因为既然是一场革命 自然会有武力 会有厮杀 会有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初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自然就发生了 而且自己也会占到某一派 积极地投入进去 但现在想起来是一个非常可笑 非常环游 而且不可理喻的事情 徐教授 您能否介绍一下 您亲身经历过的武斗的经历 我经历了很多场武斗 比方我所在的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中学 就被对立派长期的包围 那我也是武斗的保卫我们学校 我也是指挥这些武斗 但那种武斗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 我经历了两场最大的武斗 在四川 在当初全国都很著名 一场是1967年5月4号 四川省国云 四川川绵纺织场的一场武斗 第二场是紧接着两天之后的 5月6号的四川132场的武斗 那就是保守派跟照反派打死了很多 有很多人都打死了 而且事后也举行排施游行 这种武斗就是非常厉害的 第一场武斗跟古代的那种战斗 是非常相像 就是一派是在大楼里守着 把大楼加固得非常严厉的 每个楼道都堵起来 运了很多砖头石块的 就是往下面砸 进攻的一方就是打着云梯就往上面打 那种云梯从外面攻上去是很困难的 上面能往下面打 那种跟古代工程的情况一模一样 最后是外面的照反派还是把大楼攻占下来了 然后把另外一派完全彻底的打垮了 5月6号发生的132场的武斗就是更残忍 因为进攻的一边也是照反派这边是持守空权的 而且是没有组织的 就是人多势众 而守卫的一边是服员转业军人 他们是训练有素质 而且他们是有枪的 那枪法而且是非常准 基本上就是一枪一锅 就看见人不断的倒下 但是最后这边人多势众 把最后也是把这种工程给占领了 那些首场的保守派有枪的一派就是 最后是逃到乡下去了 这两派我们学校在第二场武斗 就5月6号的武斗人员 也有一个女同学是初中三年级的 叫霍丽 她被打死了 我们还给她开了追悼会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非常痛心的 因为两派的人都是 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利益 就是为了一些虚幻的革命概念 在那里进行斗争 而且死的人伤的人 他也不能复活了 当初我们那种狂热的心情 现在也没有了 那种台式游行 当初那慷慨其样的 身世利己的讨罢对方的 淘天罪行 血性罪行 现在看起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事情 都是为了一些莫须有的 为了一些虚幻的所谓革命概念在这里做 当然现在追究起来 应该追究到底是 这种武斗 这种血性的志向残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是应该反思跟批判的 而且应该追究最终的三东武斗的人 他们到底应该有负怎么样的历史责任 这是后面的事情 徐教授 在您老家应该说不远的地方 重庆有一个红卫兵陵园 就是有七百个红卫兵都因为我叫武斗中死去了 所以建了一个陵园 您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和去过没有 红卫兵陵园我非常知道 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 我跟重庆研究文化的大革命人也很熟 她很多图片 甚至很多画家做的画 这些我都看了 我都非常熟悉 重庆我也去了很多次 武斗之后我也在重庆 我就知道重庆的武斗比成都还要厉害得多 它的原因是重庆是一个兵工厂的生产基地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全国很多兵工厂就迁到重庆去 后来中国要进行三线建设 很多大的兵工厂也设在这里 所以那里搞到武器 新式武器 先进武器 这种机会要多得多 而且重庆人好像战斗起来 比成都还要战斗性要强得多 所以死了很多人 我自己记得我去重庆的时候住在重庆大学 那重庆大学那些教学楼跟学生宿舍游戏就打得像蜂窝一样 都是那种高色炮瓶射这种打得非常厉害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潮天门码头曾经发生过一场所谓的海战 就是把这种人船运输船用大炮机关枪装备起来 然后进行了一场海战 打成了很多手军舰 所谓的军舰 然后很多人也死在那场海战里面 潮天门码头也有很多纪念的这些设施跟灾难 那看起来是现在想起来真是惨不忍睹的局面 死的人相当之多 徐教授 我就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 因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文化呀 怎么就发展成武斗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客观地说文化革命 这冠上文化领域纯粹是一个歧视道明的一个欺骗人的一个幻子 它跟文化毫无关系 很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中外专家都是异口同声的都指出这一点 文化革命的文化领域就纯粹是淹没 它的关键词实际上是革命 革命当然就免不了就有暴力了 它实际上是一场剧烈的政治运动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 从每一场政治运动不论是土改啊 情非反报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伴随着非常残酷的那种 使用暴力的这种行动 文化革命也不例外 所以它跟 说起来文化革命应该是跟文化有关系 应该跟教育的内容 教育的方式有关系 我们文化革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作为学生在积极投入的时候 也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非常快非常短的时间 就发展成是一种武化革命了 那就开始用拳头用手脚 后来用钢签用木棍 最后就发展成是用军队使用的 军用武器进行进行动 我觉得这个过程证明了 文化革命的文化联合 这纯粹是一个缓着 它实际上是要进行的是一场多权的斗争 是一场以暴力为后登 或者以暴力为手段进行的一场 改变权力结构的一场斗争 徐教授 因为您刚才谈到了武斗 他是以文化大革命 以文化为幌子 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通知里面 他说到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您怎么理解 文化革命那当初的指导方程叫做16条 是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行文化革命的一个规定 里面确实提到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定 实际过程中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这一条的 这关键就在于我觉得文革的发动者跟那些当初的当权者 他当然要说这种话 因为他制定一个规章制度要拿到台面上来说 肯定还是要说一些好听的话 而且也不排除如果在多数情况下 如果运动能够按照他们的意图有序的进行的话 对于文革的发动者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 中共搞运动从来都是实际上是放中武斗的 他在话有些好听的话也就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那些文革的发动者 不论是毛泽东 还有第二把手林彪 还有毛的妻子江青 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纵容跟甚至是煽动武斗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叫做是一般规定 但是并没有认真的自信 而且也就是说一套跟做一套 所以就造成了有个16条规定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是这一条是很少得到认真自信的 徐教授 您刚才谈到说在朝天门码头 在重庆的曾经发生过一次所谓的海战 就是把船装武装起来 然后进行相互的暴力进行射击或者轰炸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 它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中国这种国家实际上武器应该是管制很连的 平常如果人有谁实际武器或者是实质拥有武器 那是大的不得了的罪名 而文化革命中间 我觉得可能是至少有成北万条枪是在群众跟或者是群众组织守战 这是一个一般的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 一般的说法是这些群众组织枪是给抢来的 就是群众组织这些群众是从军队里拥有枪的军队里面把枪给抢过来的 但是你很难设想如果一个军人有枪力去抢枪 那怎么可能呢 马上把你给抓起来或者甚至把你截毙了 实际上所谓抢枪的意思就是群众组织跟支持一派群众组织的 事案中是叫做送枪 只不过那军队要推卸责任要掩人耳目 说成是群众把枪从他们那里抢过来的 一般我知道这过程因为我们所在的组织也有所谓去抢枪的 而且抢了大两千 实际上是群众组织跟军队说好 某年某约某日下午三点钟比方到什么地方 然后军队的人事先就把他们抢枪的仓库或者抢枪的房间 枪在什么地方哪种型号的枪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 这详细的资料就提供给群众组织 然后群众组织就去抢 然后军队的人就假意的阻挡一番 甚至有过敏还要对天明枪这么做一番演示 然后群众就把枪就抬走了 有的时候甚至冲浪之中枪拿走的还没拿够 军队就说你们怎么搞得那么充满我们表面上朝天一开枪 你们就吓跑了你们就来第二次吧 然后群众又第二次又更详细的提供强制弹药除伤的情况 然后又去抢一次 抢完以后军队在向上面报告说我们抢给群众抢跑了 为了避免群众的伤害我们也没有对群众开枪 一般过程都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情况 就是真正有些群众不知道以为真可以去抢枪 也去抢 这种情况就要看军队开不开枪了 据我所知也有这种真正是抢枪而不是视线越好的 那往往就会发生军队真正开枪 那群众就会有史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非常之少 绝大部分情况都是视线沟通好的 徐教授我们再谈一下文革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 也就是上山下乡 因为上山下乡 当时毛泽东号召到青年到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 并且现在有些人把上山下乡比喻为一种苦难辉煌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自己也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那是跟中国千百万中学生是一样的 据事后的总统计的话 中国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中学生一共有一千七百万左右 这数字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我们当初上山下乡是这样的 大概是在1968年的年底 毛主席所谓的发出了一个最高指示 叫做知识信念到乡下去 结社评下中东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来一个动员 那意思就是要叫家长都要把自己学生送下去 然后那样以后呢 就是所有的人不有份做都要下乡 我觉得不下乡的情况非常非常少 在北京或者其他非常少的地方 有人有那种情况 就是过别人是安排到工厂 城市里的工厂工作 我估计95%以上的中学生的命运都是下乡 当初像我是那种革命被 革命热情是非常高的人 下乡还比较积极 在学校还是带头下乡的人 但是据我所知很多很多学生也是不愿意 知道下乡是非常艰苦 而且备相离井 生活也会会非常凄惨 大家都是预料到的 可能在地方不一样 像我知道的像我所在的成都 很多人还是我们用一个说法叫做看穿了 就是那种革命的宣传革命的那种煽动事件 不起作用了 我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 不愿意下乡的人是占大到数 就采取行动抗拒下乡的人 我估计还是有相当之多 至少有20%以上吧 那基本上就做不到 它第一是 有各种官员的组织 你的学校 你的单位特别厉害的是 你的父母的单位 就要进行动员 那种动员就不光是来说服你了 对你的父母就叫做办学习班 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斗争 很多是坚决不下乡 而且说好了 诅咒法是不下乡的人 就进行顽强抗拒 最后都抗拒不住 基本上都 最后都只能下乡 就逃不掉这条命运 实际上那实际上是一种 半强迫 甚至是迟糯糯的强迫 跟威胁这种手段 你不下乡是不行的 所以有那么多下乡 实际上像我这种是 高高兴兴自愿的 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情况 据我的了解是很少数的 大多数是不愿意 但是也没办法 也就复理复动就下去了 有少部分人是不愿意下乡 甚至坚决不愿意下乡 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下乡 也去了 徐教授 有朋友说 孟子说 天将大难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恶其体肤 您现在有这么大的成就 是不是因为这一段苦难的历史 让你茁壮地成长 我觉得有很多人想这么说 特别是在中国有些有成就的学者 文化人 作家 他们把自己成就的归咎于 有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 我自己认证分析 我并不这么看 我觉得下乡的经历 对我有正面的作用 但这是用非常不值得的 非常高能代价换来的 其实对我来说 我对下乡是持一个否定态度的 因为在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时候 我们丧失了这种机会 后来虽然通过 依附寻常的努力 弥补了这一点 最后1977年恢复高考 以后也考上大学 但是那种东西实际上是 非常非常艰苦的 我们自己也成了家了 也有小孩了 再来要争取那个机会 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觉得是太大了 而且我觉得在评价上上下乡 有没有正面意义的时候 你不能盯住少数的文化精英 他们成功以后 功成名就以后 要给自己的精力 找到一些理由 在说天降降大任于私人 我吃了苦 我现在也有辉煌 我对这种说法是非常反感的 那如果是99个人的牺牲 他们的青春 他们的前途 他们的玄学 他们的生命 都做了无谓的牺牲以后 换来了一个人的辉煌 这种辉煌 我们知不知的肯定跟国宋 我觉得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另外实际上 就算从我们来说 我觉得我在应该接受教育 应该从事文化活动 实际上浪费掉的东西 是非常之多的 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知识是非常不完整的 后来通过衣服寻成的 这种刻苦的努力 争取到了一点 自己应该有的 受教育的机会 跟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 但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比较例外的情况 这种努力 是不能要求别人做到的 事实上绝大部分人 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 是相当不完整的 自己的青春 牺牲掉的东西 浪费掉的东西 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对上上下降 我并不认为是 苦难换来了回缓 我是持一个 非常批评的态度 我觉得一个社会是不这样 如果一个社会 有这样的人 自命为是 以天下为己任 他愿意去苦其心 苦其心 之劳其筋骨 愿意当一个人上人 暂时吃一件苦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现在我觉得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也有这种情况 比方是在美国这种社会 如果你愿意去结成 一个共产主义的小组 你愿意去过一种 另外的一种 灵类的生活 那完全有这种机会 我觉得如果人们愿意去 苦其心 之劳其筋骨的话 这种自由是 他愿意放弃 更好的享受 更好的生活 他愿意过正生活 我觉得是很容易 做到这一点的 关键我们是被强迫 这么做的话 如果99% 甚至更大比例的人 都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这种东西 是应该谴责的 徐教授 我们再谈一个重要的世界 也就是913世界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 林彪叛逃世界 林彪跟毛泽东之间 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甚至传说 林彪的儿子林立国 要去刺杀毛泽东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 林彪参皇了 出逃在温多尔汉 最王 所以这个世界 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您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他又对您 产生了哪些感受 您有哪些感受 我记得这件事 对我们影响 是非常大 引起了一个 物以伏价的震动 当初林彪事件 发生的时候 像我们作为一般的老百姓 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记得当初是 我们从下乡 当执行师 回到城里 因为那时候 9月份会 临近国庆以后 大家都回到 回到自己所在的家乡 像我就回到成都度假 那一年就觉得很怪异 那一年国庆没有举行 像平常那样的大游行 而且社会上也感到 是惶恐不然 我们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呢 国庆游行被突然取消了 大家都感到是不对头了 只是国庆以后 逐渐就有传言来了 最后我们又回到乡下以后 这种传言得到 再得到证实 而且我们只是青年 知道这件事都是通过 过别其他的同学 他们要听所谓的外台 听敌台 就是听美国之音 听DBC 或者听莫斯科广播电台 他们从外国电台里边 是知道了这种消息 所以当初知道以后 我们都非常吃惊 开始大家都是 不敢相信的 但是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我看了很多材料 大多数人 像我们这一代人 听到这个消息 首先都是感到震惊 这点大家是明智的 然后很多人就感到很彷徨 怎么毛 林彪是毛泽东 亲自选择的接班人 党章里面也写上了 记载了他的接班人的地位 而且说他是毛泽东 思想红旗 举的最高的人 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可能就产生了怀疑 惶恐 对自己的信仰 就有所动摇 我记得我们那里 我觉得四川人 跟成都人的反叛思想 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 还要进一步一些 当初我周围的人都感到 抱着一种幸灾落后的态度 觉得好啊 文化革命 当初我们已经非常厌恶了 而且对文化革命 这种反感的情绪 是不加掩饰 而且非常严重 觉得出了这么大一个漏 出了这么大一个丑闻 那看你怎么下台 怎么交代 都想看毛泽东的笑话 都抱着这种心情 而且大家都感到非常遗憾 就觉得如果林彪 这个是逃出去了 如果把这他内幕 他自己用他的话来 再说一番 免得我们听到这边 只是单纯的一面倒的宣传 那是多好啊 都觉得林彪不死就好了 有这么一个心情 另外一个心情就是看 毛泽东怎么交代这件事 怎么跟我们说 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 毛泽东居然也交代了 而且也交代得特别厚颜无词 根据后来中央文件 关于处理林彪事件文件 毛泽东老人家 从来都是洞察一切 名察求好的 毛泽东早就看穿了林彪 而且在1966年 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他们两个人 夫妻之间的垂枕头 风的东西作为 延续政治都这里有东西 就来证明 毛泽东跟江青 时任之间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就证明 毛泽东早就把林彪看穿了 但你仔细看这封信 也并没有他们宣传 所要的内容 就毛泽东对林彪 吹捧他是不满意的 并没有说 毛泽东早就知道 林彪是个阴盟家 野心家 两面派要 要获过扬名 要叛党头顶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而且那两夫妻之间 说的话 谁知道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大家那搞定 后来像我们这些思想 比较解放的比较早的人 反叛的比较早的人 基本上被这种 这么厚颜无耻的 事后的辩护 有点激怒了 没想到 本来以为大家会看一个笑话 觉得他会尴尬无比的 不能致远其说 结果他居然给出了 这么一个无耻的解释 大家觉得 这次政治还可以这么搞 话还可以说到这么一个地步 觉得这伟大领袖 那简直是到了 无耻到了这种地步 真是出入大家的意料 徐教授我想问一下 就是林彪事件对您本能的这种 对文革的反思 或者对中共极权体制的思考 是不是从这个时候 作为您的起点 对于我来说 应该不是 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反思 跟批判文革的情况 发生的还要早一些 但是据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解 林彪事件是一个 一个里程碑 跟一个反思 跟批判起点的这种作用 一般人我觉得还是 当初的意识形态灌输 跟那种政治教育 还是非常深的 而且我们完全没有机会 接触到其他的思想资源 完全没有机会 接触到海外的信心 所以在那种非常语音味的 非常宽热盲目信仰的这种 里面是陷得很深 跟待得很久的 直到林彪事件出现 就是才使人感到 任何人想维持 自己原有的信仰 拼命想维持是不可能的 因为林彪事件是一个实在 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我觉得林彪事件是一个 思考怀疑批判的一个起点 对我来说 它是大大的刺激我的反思 跟这种背叛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 我的起点还要比这更早一点 但是林彪事件对我还是 这种反思跟批判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林彪事件本身以外 就是当初要批判林彪 要清算的事件 因为他毕竟是第二号人物 又是最终是与毛主席的人 又是结伴人 现在要说它是一个坏蛋 这是一个很难支援取收的东西 当初中共中央的宣传里面 一个杀手点就是把所谓林彪儿子 他们炮制的571工程就拿出来 你说这是一个他们的系统的反胆钢银 但是那种实际上我们在学习571工程纪要的时候 起到的效果完全是相反 因为这个军队的这些人 他们发出了这种对毛泽东的批判 对这个体制的批判 那种是大胆 是尖锐 是具有说服力 完全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我们知道原来统治阶级内部人 是这么评价自己的伟大领域的人 是这么评价自己这个社会制度的 只有我们老百姓才这么傻 比方我们是知识青年 我们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是非常备受璀璨的这种日子 那571工程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山实际上是变相的脑改 那比我们平常说的所谓的最反动的话 最厉害的不满意的话 还要厉害得多 他说的这种话 对干部对工农这些话 对毛泽东的这种批判跟揭露 都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 想都没想到的 我们知道原来统治阶级内部 是这么看待这个制度跟自己的领袖的 那真是对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启蒙的作用 我们才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他们内部早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只有我们觉得我们思想还那么不正统 还有一些抱怨 其实这种抱怨跟那种东西相比 完全是小无见大无 我觉得是对武器要工程纪要的这种东西的发布 实际上对我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这也是当初像处理林彪事件的党中 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 他们要资源 其实要证明林彪是坏蛋 只有把林彪所谓林彪集团的反动言论拿出来 但这种言论对我们来说 完全是对世事的最尖锐的节目 对我们有巨大的启发 观众朋友们 刚才徐有余教授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他回忆了自己如何被转入这场政治浪潮中 其实徐教授的经历啊 也是无数文革亲历者的经历 他像梦魇一样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在这场浩劫中 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崛起 开始反思文革 开始审视自己的灵魂 从而让自己走出文革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欢迎您收看下集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谢谢您的收看 也谢谢徐有余教授